《一百五十七》 明報 基本面改善七八月薄內仿股 2015年7月20日Money Monday P12清源茶社龍淵寺市場在經歷過去幾個星期的大崩盤後 雖然近來強烈反彈 可明顯大家信心已受創 心有如貴 對後市走勢不甚了了 龍淵寺明白也體諒大部分朋友的想法 可也不必如此氣餒 擔心是應該 對內地政府的強橫干預 也確令人目瞪口呆 可身為港股中人 龍淵寺暗自欣喜 哈哈 看來我們這捨靠香港市場吃飯的 好日子應該還可以長幾年 A 古如封閉 內地政府如不市場化 我們全活得如好 至於A 古如內地金融市場 我也不認為現階段如開放愈好 如果太開放 美國人可就爽了 還不整死你 回到港股 龍淵寺倒覺得未來幾個月機會又來了 第一 實在太廉遺了 在全球所有大市場中最廉遺 第二 基本面倒也沒更差 現在中國的經濟就像平底窩 足底 沒有酷化 也無力強烈反彈 不過進一步的政策和金融放鬆無可避免 這對股市未必是壞事 而其中房地產肯定還會有後續大動作 朋友們可以留意內訪股 除了它們股值本已懇念 基本面也有改善 且政策利好市必然 內訪上半年數據極利好上星期三 國家統計局宣布了6月底房地產國家數據 1至6月銷售漲了10% 6月單月退年升32% 反過來 房地產投資增速降到4.6% 新開工降了15.7% 賣地也降了33% 者有三個啟示 1 發展商今年銷售目標有可能超標 上市發展商今年的銷售目標本來增13% 現在看來升15%至16%機會很大 而且因為不少城市樓價漲幅超預期 發展商利潤率也可能改善 2 老外不是一向擔心中國的供應過程嗎? 去年是個好開始 全國房地產新開工按年降了10.7% 今年上半年全國新開工降了15.8% 今年新開工應該很大機會第二年雙位數下降 明顯也應該是 因今年上半年賣地跌了33% 如果連續三年雙位數下降 則供求面將有根本改善 老外一向不公道 請問這算你好嗎? 3 政府可能很快放寬手套房貸款 房地產投資降到4.6% 明顯可能負數 不放不行 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到了4.6% 全年應該只有2%至3% 明顯很大機會負數 事實上 如果要GDP增長7% 假設其他因素變化不大 房地產投資增速怎麼也得接近15% 現在即是降負數 所以就算銷售好了些 可防地產投資 新開工和賣地者摩擦 不放就成了政府的事 應放不放 所有招數 就手套房貸款寬有用兼合理 朋友們可以現階段買入萬達3699 用倉1918 合景泰庫1813 六乘3900 龍淵只覺得到8月底前股價有20% 升幅的機會不少 就到此為止 阿宗和比賣地人 提起 有 了 有 有 有